你好 歡迎收看6月5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蓮縣今天傳來林確診的好消息 累積病例目前有38個人 而67個人在居家隔離當中 現場學政委特別感謝大家配合 同時他也強調疫情還是很嚴峻 每一位鄉親一定要做好個人防護 口罩要戴好戴滿 並且減少不必要的聚會和外出 5號全國確診人數新增為511人 有花蓮縣新增確診案例4至24號 傳出先內首度確診個案14天第一次加零 花蓮縣連日快篩1613人 兩人快篩陽性送醫採檢CPR為陰性 今天是星期六 6月5號 但是我們的防疫一樣 我們一樣非常非常的嚴謹 尤其是曾蔚常講病毒沒有休假 病毒很無情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防疫的作為做好 在這裡曾蔚跟大家報告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全國增加了511例 累計是10956人 而花蓮縣今天新增0例 累計是38人 我們到今天為止有5個人出院了 現在住在醫院還有33人 我們大家為他們來加油 另外對於我們隔離數的部分 現在列管有67人 解除列管是177人 快篩的統計 昨天6月4號 我們一共做了141個 快篩陰性是139個 快篩陽性有2個 結果送到醫院去做更精準的PCR 是陰性 所以我們到昨天為止 快篩的部分通通都是陰性 累計是1673人做了我們的快篩的檢測 另外今天早上星期六 我們花蓮市的衛生所 依然有做快篩的檢測 今天早上做了135人 也都是陰性 所以在這裡 真偉還是要提醒大家 現在在花蓮縣衛生局前的 花蓮市衛生所 依舊有做快篩的我們的篩檢的預約 如果您忘記預約 當天的早上10點以及下午3點 都可以來現場登記 來做快篩 請大家一定要告訴大家 現在許多表示 現在有33人在病房以及新冠肺炎搏斗 在地染疫作為家族群聚 設計未見染疫的風險 但仍需要提高緊接 嚴守三級嚴訪的規範 不能夠鬆懈 特別是週末假期民眾切記群聚 現在一共都要待在宿舍 廠房不要出來跑跑 才能夠有效降低病毒的傳染速度 科蓮縣衛生局局長 追加上表示 花蓮總率分配到13000劑疫苗 一直在6月7號就會全部打完 要等待中央分配疫苗數量 才能夠重新施打 以及向中央要求分配主偶的疫苗 至少保障每位民眾都能夠施打一劑 才能夠有效避免重症以及死亡率 請便利用快点 下個月 下次見 下個月 下個月